现在有很多学校教师都是比较老旧的危险校舍 为了要学生有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教育部从94年度开始陆续提拨了254亿的经费 协助学校加以改建 看着讲台这些低年级的小朋友们上起课来超专注 台上的老师也纯纯善诱 知识一点一滴都灌输到小朋友脑海中 在我旁边看真的很吓人 已经50多年历史的老教师墙上开始出现裂缝 上课安全难免叫人捏一把冷汗 沿此学校积极改建老旧校舍要来展现全新风貌 带着全校老师那么一起去参观 怎么样去规划一个老旧校舍的改建 那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甚至包括跟教授跟社区的家长 那么去组成这样的一个规划小组之后 慢慢去酝酿而来的 用心加上专业 理想中的教学大楼终于呈现 融入彩虹的缤纷概念 让小朋友们也都超级期待 五颜六色的 然后外观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像彩虹 很大而且就是设备很新 希望我们可以搬进去上课 都有新的环境 好的读书环境带给学生好心情 读起书来也会特别专心 其实教育部从94年度开始 已经提拨254亿经费来协助老旧架势加以改建 除了确保校园安全之外 促进学习的效果也是百分百 相信西红尘的正月楼 开会报道